各位HK星的頻道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Oscar Hello,各位HK星的頻道的朋友 我是Archie 今天我很開心 HK星的Andy 有機會可以一次過訪問Oscar和Archie 說一說他們收錄在最新的電子專輯 Tracks of March 裡面的一首歌 叫做《時日運氣》 這首歌是由兩個大男孩合唱的 不如率先你們每人都分享一下 究竟希望透過這首歌 帶什麼訊息給我們的聽眾 不如Oscar你先說吧 其實這首歌最主要的訊息 就是想說很多是放手更好的 但我們其實最想透過這首歌的做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聽都會有自己的故事去導入 這是我跟填詞人Oscar Lee的構思 就是說可能你聽會覺得關於分手 或者可能聽會關於做兵的 或者甚至我聽會覺得是關於朋友的分離離別 所以只不過是想給一個比較闊一點的層面 給大家自己去透過這首歌 去瞭解一下發生什麼事 和自己的故事出來 原來是這樣 Archie 你有分享給這首歌 你又想透過帶什麼訊息給聽眾 其實我自己一開始收到分詞的時候 我自己是有點擔心的 因為除了唱那方面 我怕自己演繹不到歌詞 有一點點 雖然就說是一首情歌 也就像Oscar這樣說 是想做到一個層面比較大比較闊 不想局限於可能只是兵歌 或者很典型的情歌 所以其實我怕自己想不到他的思維 但是我自己發覺 其實跟Oscar在那邊聊 因為我們都有訊息訊息 去談關於這首歌 無論是唱話上 或者是理解歌詞方面 其實聊聊聊就會發覺 原來都可以慢慢一本代人 原來是這樣的 不過我有興趣去問大家 其實這首歌的訊息非常好 但是由兩位男歌手合唱 你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或者有什麼新的火花可以插出來呢 我覺得兩位男歌手去唱這件事 可能有很多人說 兩個男歌手去唱情歌會不會尷尬 可能會很奇怪 我覺得其實不會的 因為我跟Archie本身 真的從實識到大 但我們從小一都認識到現在 加上一首歌的意思 亦都是 我們的編排上 無論歌詞的分段 或者可能我們自己 怎樣去拋個波 給對方去接住那下的程序 其實都有一些是相似於 去互相鼓勵大家 去背後推大家 就是有些是 譬如一個朋友、兄弟身份 去鼓勵大家 去分享所有東西 去控訴 去說所有東西出來的 這樣一個設定 所以我覺得 是挺有趣的 這個角度 嘩 我自己覺得 其實都類似Oscar的 我覺得是一個背後 因為有時候這首歌 我們在掃一個心聲 這個心聲可能 自己一個掃心聲 就是很扁形的一種做法 但如果有 尤其是我們Duet 我們入宿室唱個Live的時候 就好像大家互相有個Backup 在一個兄弟之間 Backup 著大家 跟大家說 就算你發生過甚麼 或者我發生過甚麼 大家都有大家Backup 這樣 給予我這種感覺 嗯 那些朋友都聽過 這首最新的電子專輯裏面的五首歌 他們發覺你們這首歌 是特別不同 為甚麼呢 因為另外幾首歌 感覺上都會有節奏感 有不同的跳唱元素放進去 但這首是很典型的 廣式的一個情歌 亦都感覺上 就是所謂比較容易入屋一點 其實你們有沒有刻意令到這首歌 希望可以更加迎合大眾口味 有沒有甚麼原因 令到你們去走入這個風格 其實都有的 因為這次合作的監製是Eric Kwok 其實我自己和Eric Kwok 合作過很多次 之前一路二來 我可能唱的作品上 都是可能偏向於Eric的獨有的風格 或者其他作品的風格 或者是我自己之前 甚至寫一首歌 都是可能一些小品 我喜歡一些另類小小的小品 但我們就說 好像我的作品當中 欠了一首 很代表到香港曲風的一種情歌 所以這次我和Eric有決定 不如我自己去寫一件事 所以我們就在商討之下 就決定說不如我們寫一首大老情歌 但當然 大老得來也要保留一點自己的風格 就是可能你聽一首歌 他不是很像其他國東成歌 是比較可能 我的風格比較一般 所以這件事都保留了 是的 那經常都很難得了 因為這首歌我知道 就是Oscar你自己作曲的 是嗎? 是的 另一位的Oscar幫你填字 是的 也是特地的 哈哈哈哈 整件事裡面有很多Oscar 是啊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歡Oscar 就是Oscar Lee的作品 我覺得他寫的東西 很中到我們時限年輕人們的東西 所以既然有這樣靠耳機 我又覺得找Oscar同名 好像挺有趣的 那就試試吧 而且你會誤會 是不是其實曲詞唱 都是你包辦的 如果不看性 真的有很多人會 所以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不是我寫詞的 我中文沒那麼好 哈哈 哈哈 非常好 我想問一下Archie Archie有很多人覺得你很合運 不是很久之前 你聽過你的個人作品 第一首初試提升的作品 然後不是很久之後 又有一首歌跟Oscar合唱的 就是這首的時日運氣 你覺得你是不是真的很有運氣呢 因為現在出歌的人真是不容易 作為一個新人 這麼短時間之內 這麼多歌 你有什麼感受 其實很開心的 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只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是真的突然停下來 是沒有想過 因為當時我記得我和Oscar 是先玩一個情歌medley 我們先cover不同的歌 一個medley 由這個開始 當時我就想 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大家推出一首新的歌 但是都是想 亦都沒有那麼快 有一個具體的計劃 沒有實行 但是 那個medley出了街之後 反應都不錯 所以 因為那個反應不錯 我也覺得 會不會有些機會 可以一起做到一首新的歌 結果 真的過了少許的時間 然後就立刻有這個消息 我就覺得 好啊 就要這麼快 有一個作品出來 是可以我們再唱的 而我其實是很喜歡這次的風格 因為尤其是這次是一個 Studio Live 不是逐句逐句錄 而是看MV的朋友就會知道 我們是兩個一起 就是一踢過這樣去錄 其實這個是很刺激的 嘩 即是真的現場 大家對著大家 亦都沒有NG 一踢過這樣去錄下來 完執完美 有 有 有NG的 即是我們是 一踢過這樣去錄 但不只是錄了一踢 我這個應該是第四踢 第四踢 第四踢 即是你才不會斷一斷斷 總之就一次過唱完整首歌 就選擇一個動作 沒錯 既然大家拍得這麼好 會不會接下來 都想著這麼一個兄弟檔 再出一些其他音樂作品 希望吧 希望 因為其實 其實我一直都很欣賞Oscar 尤其是他的音樂創詞 彈琴真的很厲害 我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雖然是讀朋友學校 但是 去中學的時候 Oscar是去了英國讀書的 有個想法 當時其實 在英國就反而流傳了一段影片 回來香港 就是Oscar 鋼琴獨奏 在英國彈琴的一段影片 非常之厲害 非常之厲害 當時我看到之後 已經覺得 他真的很厲害 到今天 終於有機會去合作了 亦都是Oscar自己作曲 其實我自己覺得 那種感覺是很便宜的 非常之好 現在大家都在疫情之中 是不斷奮鬥 能夠出歌 甚至乎可以在電子專輯裡面 有一個track 其實真的很難得 在今年往後的時間 其實你們音樂方面 做了什麼計劃 或者你有什麼願望 希望可以再達成 每個人都說一下 Oscar先 Oscar先 就是因為 現在叫做這首歌 就捕捉了我心目中 我有一首大腦的情歌出現 我最近跟Eric 就有一個求知 就說不如做一首 有一點點beat的歌 因為我自己的表情 就好像拿一首有beat的歌 所以現在都跟Eric 去量度這件事 希望可以 進發給大家聽到這首新歌 即是說我們很快 應該可以見到一個跳唱的Oscar 是不是 跳唱就拿一首 都會有些beat有節奏 不同的口味 我們期待 Archie 你接下來有什麼 大家可以透露一下 接下來其實 都是會繼續出自己單曲的 但是單曲的路向 曲風應該 跟之前很不同 跟我自己個人的單曲 一個人的幸運 不同 亦都跟樹葉運氣是會不同的 那 接下來這一首 我自己其實是 期待了很久的了 亦都有一個demo 一直在修改一點點 它是很 是我很想要的Style 那就是 Rock and Roll一些的 又或者Band Sound一些 硬一些的 當然啦 因為在唱法上 有很多東西要調整 所以還是 學習當中 有沒有預計 是打過什麼時候 我們會聽得到 會不會上半年 還是都是今年之內 應該都是下半年了 因為可能我都要多點時間 去學這種聲音 又或者其實是要 Adapt to那種聲音 因為 始終自己 唱功是很主宰到 整個作品出來的效果 所以都想 呈現最好的給觀眾看 太好了 再檢查看看 穆幾個 責